有議員關注最近有多名長者 懷疑因為天氣寒冷凍死 質疑社工局對弱勢社群的關注不足 立法議員高天賜在書面質詢中指出 有關當局為何在死亡人數累積到37人之後 才對外公佈 而針對長者的平安中奉募 遲遲還未落實 質疑社工局是否應該要為這次事件負責任 又懷疑社工局對弱勢群體的認知和關注度不足 他還指出行政當局每年 使勢建立澳門形象的金額 可謂是天文數字 但繁華背後竟然還有不少 生活在貧窮線下的基層市民 連最基本的吃得飽穿得暖都達不到 這種情況究竟是社工局管理層出現問題 資源不足還是資源錯賠